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说个故事 有没有想过美好的春天可能只会发生在邻居的花园里呢 今天要讲的故事 春情 中国唐朝晚期有个诗人王家 虽然口中近视做了官 最后还是器官归隐 在春天的某一日 王家看着窗外高兴地说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究竟王家看到什么这么开心呢 原来是花园里结满了许多花苞 有的还看得到花蕊呢 王家兴奋地冲到花园 看着眼前的美景久久不愿离去 可是就在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 王家翻来覆去睡不着 在屋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 他好担心院子里的花能不能受得住这场雷雨 第二天一大早 王家立刻跑去花园 他焦急地说 花呢 花苞呢 怎么都在地上 没想到昨天晚上的大雨打落了所有的花 正当王家伤心难过的时候 他看到蜜蜂和蝴蝶 心里想 跟着蜜蜂蝴蝶走 一定能够找到我家的花 可是所有的蝴蝶蜂都往隔壁飞去 不由得让王家怀疑 难道春天只到我的邻居家做客 而忘记照顾我的花吗 这故事说的就是王家很有名的诗作《春情》 雨前初见花尖蕊 雨后全无夜底花 风蝶纷纷过墙去 倔疑春色再临家 春情